朋友们好,今天我们分享的文章是 故乡,您终于代替了我的母亲 作者东西 三年前,母亲在一场瓢泼的大雨中回归土地 我怕雨水冷着她的身体 就在心堆的肥上盖了一块塑料布 好大的雨啊,她把远山尽树全部笼罩 十米开外的草丛模糊 路不见了,到处都是浑浊的水 即使这铺天大雨是全世界的枯 此刻也丝毫减轻不了我的悲伤 我紧锁西美,再也不敢回去 哪怕是清明节也不回去 生怕面对宽阔的灰白泥路 生怕空荡荡的故乡 再也没有母亲可喊 但是,脑海里何曾放得下 好像母亲还活着 在火铺前给我做米花糖 那种特别的浅香淡甜 一次次把我从梦中喊醒 让我一边舔着舌头 一边泪流满面 如果不是母亲,我就不会有故乡 是她,这个46岁的高龄产妇 这个既固执又爱幻想的农村妇女 在1966年3月的一个下午 把我带到了谷里 这之前,她曾生育三个姐姐 两个垂火,一个夭折 我是她最后的念想 是她强加给未来生活的全部意义 所以,不管是上山砍柴 或是夏天插秧 甚至于大雪茫茫的水利工地 她的身上总是有我 挖钩的时候,我在她的背上 背石头的时候,我在她的胸口 直到六岁时上小学 她才让我离开她的视线 去小学的路上,有个水库 曾经淹死过人 她给我下命令,绝不可以沏水 甚至就不准读书 老师家访,她把最后的一只母鸡杀来招待 目的是拜托在放晚学的时候 监督我没催的学生 安全走过水库 她曾痛失一个孩子 因而对我加倍呵护 好像双手捧了一盏灯苗 生怕有半点闪失 11岁之前 我离开了古里催的半径不会超过两公里 催子坐落在一个高高的山坡上 只有十来户人一家 周围都是森林草丛 半夜里经常听到野生动物的叫唤 天晴的时候 站在家眉口 可以看到一浪一浪的山脉 高矮不齐地排过去 一直排到太阳落下去的远方 潮湿的日子 雾从山底漫上来 有时像云 有时像烟 有时像大水淹没我没的屋顶 冬天有金黄的青林 夏天有满山的野花 草莓 凉肥果 洋梅 野枇杷等等 都曾是我口中之物 出每一把斧 每天三块五 要不是母亲的公妃 经常被会计算错 也许我就沉醉在这片树林里 不会那么用尽地读书上学 是母亲憋不下这口气 吃不起没有文化的亏 才逼我学会算术 懂得记录 因为不停地升学 这个小心呵护我的人 不得不眼睁睁地 看着我离开他 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十三岁之后 我回故乡的时间 仅仅是寒暑假 我再也吃不到清明节的花乳饭 看不到秋天收稻谷的景象 城市的摄影 渐渐覆盖相摧 所谓想家 其实就是想念家里的腊肉 担心父母的身体 渴望他们能给我寄些零花钱 故乡在缩小 母亲在放大 为了供我读书 每到雨天 母亲就背着背篓 半夜出霉 赶在别里之前 进入山林摘木耳 这一去 她的衣服 总是要湿到脖子鸡 有时木耳长得太多 她就只捡到天黑 靠喝山泉水 和吃生木耳冲鸡 家里养的鸡 全部拿来卖钱 一只也舍不得杀 猪位肥了 一下子卖掉 那是我第二个学期的路费 学费 母亲彻底想不到 供一个学生读书 会要那么高的成本 但是她不付书 像魔术师那样 从土地里变出 芭蕉 南瓜 核桃 板栗 玉米 和稻谷 凡是能换钱的农产品 她都卖过 一飞一飞地挣 十元十元地给我寄 以至于我买的衣服 会有红薯的味道 我买的球鞋 理所当然 散发着稻谷的香气 直到我领了工资 母亲才结束农村 对城市的志愿 稍微松了一口气 但这使得她 已经苍老的 不敢照镜子了 她的头发 白得像梨花 皮肤黑得像泥 脸上的柱围 是交错的催路 疲惫的眼睛 是干涸的池塘 每个月我都回催去看她 给她烧去吃的和穿的 她说催里缺水 汗情严重的时候 要到两公里以外的山下挑 你父亲实在挑不动 每次只能挑半桶 那是我刚工作 拿不出更多的钱 来解决全催人的吃水味体 就给县里反映情况 县里拨款 修了一个方圆几十里 最大的水柜 她说公路不通 山货背不动了 挣钱是越来越难 我又找有关部门 让他们拨了一笔钱 把公路直修到催口 她说某某家愧难 你能不能送点钱 给他们买些油盐 我立即掏出几张钞票递过去 在我有能力的时候 母亲的话就是文件 她指到哪 我就背到哪里 是她违系着我与故乡的关系 后来父亲过世了 我把母亲接到城市 因为故乡可以从我的脑海里淡出 其实不然 母亲就像一本故乡的活字典 今天说稻田 明天说菜地 后天说山木 每一个土坎 每一株玉米 都刻在她的记忆硬盘里 既不能删除 也休想覆盖 有一天 这个高大的矮个子母亲 忽然病倒 她铁一样的躯体 终于抵挡不住时间的消耗 从来不住院 从来不吃药的她 被医院抢行收留 还做了化疗 三年疾病的折磨 远远超过她一生的苦痛 她躺在病床上 越缩越小 最后只剩下一副骨架 多少次 她要求我 把她送回故乡 说故乡的草药 可以治愈她的恶极 临终前的一晚 不知她从哪里来的力气 忽然地从床上坐起来 叫我姐姐连夜 把她背回故乡 我何尝不想满足她的愿望 只是鼓里 没有止痛针 没有标准的卫生间 更没有临时的抢救 因此 在她还有生命之前 我只能硬起心肠 把她留在县城医院 完全忽略了 她对故乡的依赖 当母亲彻底离开我之后 故乡猛然地直逼过来 显得那么强大 那么安慰 故乡像我的外婆 终于把母亲抱在怀里 今年十月 我重返故乡 看见母亲已变成一片青草 铺在南竹湾的田坎上 我抚摸着那片草地 认真地打量着故乡 发掘天空比过去的蓝 树比过去的高 牛比过去的壮 山坡上的玉米棒子 也比过去长得大 曾经被我记忆 按下暂停的催眠 一个个都动起来 她被脸上的皱围 头上的白发 第一次那么醒目 如果说过去 我是因为爱母亲 才爱故乡 那现在 我则是通过爱故乡 来怀念母亲 因为外婆 父亲埋葬在这里 所以母亲 才要执着地回来 又因为母亲 埋葬在这里 我才深深地 眷恋着这座催妆 为什么我在伤痛的时候 会想起鼓里 为什么我在 溃难的时刻 家山北望 现在我终于明白 那是因为故乡 已经代替了我的母亲 有母亲的地方 就能止痛疗伤 就能拴住 漂泊动荡的心灵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听 我终于好看 伤疗伤 下定了